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315周二美股尚未开盘 感谢大家来到first trade 第一证券和美股时代 喜欢来后大家在线上公开课 美股集权找班车 简单的名字说明 我们就进入到本次的班车计划 如果大家选择记忆观看 等同于上述的条款 好 这是本次的班车计划 Let's go 先看一下盘前 目前市场的一些情况 昨天我们展望了一下全州的交易 目前的话我们看到 市场还是在关键的支撑位置 有一定的反应 4100附近 我们看到这里 还是目前更关键的一个支撑点 最近我们也测试了4300 未能过去 每当市场来到关键性的阻力位置的时候 我们看到反应整体来说是偏负面的 但是更大的我们看到日线级别 还有4小时的底背离 结合这边潜在多重底 市场又进入到周二周三 我觉得市场更多还是 阴跌反弹的这样的一个节奏 目前想要往下杀 可能暂时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我们看看周四周五 尤其是在周三 两点两点半之后 鲍威尔宣布加息之后市场的反应是如何的 那我们看到市场其实对3月16号 周三加息的这个概率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那现在更大的问题是接下来 全年将会加息多少次 那我们看到这个之前我们一直也在讲 3月16号加息百分之百了 没问题了 5月份现在如果要再加息一次的概率 基本上是5050的这样的一个概率 我们看到目前 目前3月份加息对吧 明天加息25到50个基点没问题 加息到25到50个基点 就加息25个基点加息一档 这个是没问题的 市场已经预计到了 然后再往后看 我们看到加息两档还是加息一档 这个概率我们看到目前是5050的 是5050的 那经过3月16号之后 利率就会跑到这个位置了 然后是加息一档还是加息两档 那现在目前概率是5050 那我觉得市场认为可能5月份 还是会连续的加息啊 当然这也是鲍威尔之前的原话 会多次的或是连续的加息啊 那3月份加息5月份加息 我觉得没问题 那6月份如果再加息的话啊 那就会达到75到100一个基点啊 直接连跳三级 但是目前我们看到市场可能有更大的概率 会达到100到125个基点啊 当然这个目前概率也是50个percent啊 也就是在6月份可能会加息4档啊 总共会加息4档 然后到7月份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加息到5档的概率偏大 然后9月份啊 9月份目前是维持5档呢 还是到6档吧 这里目前是平等的一个概率啊 呃 然后11月份我们看到还是会保持到加息6档 对吧 11月份我们看到 对 11月份就会确定会加到6档了 然后到年底的话呢 目前我们看到这个概率 可能会加息7次的概率啊 也是平均每一次概率会大一点 平均每一次将相相相对来说可能会加息一次啊 然后总共就是7次啊 或者说有一个月会加息两档 目前来看可能会是在前半年可能会有加息两档的可能性 后面可能会有一次是加息零 那总的来说我们可以看到是平均每次都加息 总共是7次的这样一个预期啊 而这个预期我们看到从之前啊 会有比较大的变化从这个这一一个月啊 这一周来看 是比较稳定了是吧 但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啊 可能两个月前吧 还不能说很久以前两个月前 这个概率其实是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变化的啊 从而对国债利率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啊 我们看到目前国债利率 10年国债利率 这个是我们参考比较多的啊 最近回到了2.1这个关键的位置 那我们说过通胀跟利率是两个 我们现在参考重要的基本面指标啊 尤其是10年国债的利率啊 10年国债利率再次创下高点 来到月线来看这里会有一些阻力啊 这里会有一些阻力 但是这个高点意味着说目前市场对加息的预期是非常非常饱满的啊 所以包眼或者说任何票委主席这里 如果说能改口一下的话啊 由于地缘政治或是特殊的原因 美联储这边可能会考虑一下 重新评估一下连续加息 或是接下来收紧的这样的一个强度 如果有这样的措辞的话啊 那我相信国债利率可能会下来啊 从而可能会对科技股的估值有一定的帮助 当然可能也会拉动整个市场目前资产价格上的一些回落啊 尤其是美股经济相关的这些资产价格 对吧 呃 但我们看到最近美元也是跟国债利率一样很强势 呃 那这个 我们看到市场还是对收紧有很高很高的预期的啊 主要还是通胀的原因 主要是通胀的原因 那如果通胀下来一点点 呃 那可能会更好一些对于加息的预期来说啊 但现在各方面原因来说对通胀 呃 我们看到还是有很强的带动的啊 上周的通胀数据我们看达到了7.9 呃 这也是我们之前预估的啊 通胀会持续的走高 所以通胀相关的品种依然还是势头上的啊 依然还是势头上的 除了有些涨的比较多的啊 要小心点可能会冲高回落 但是整体来说大众商品类的 我们看到今年 还是会有很好的表现啊 由于通胀的原因啊 由于通胀的原因 以及市场的不确定性 那通胀现在已经高于高盛预计的年底的目标7.7 如果国债利率再往上走的话 那这边要小心大盘 可能真的要往3900这边去碰了啊 往3900这边去触碰了啊 呃 尤其是我们看到这边4000 如果要过的话 那可能需要通胀下来 然后利率保持在现在的水平 或更低一点的位置 目前我们看到市场要去到4400 也就是要往更高的位置 更高的阻力去突破 打开去新高的空间的话 这个概率目前来看还是比较渺茫的啊 呃 所以我觉得今年啊 在3月16号之后 市场可能又会有新的预期上的调整了 对接下来啊 尤其是5月份 5月4号啊 这个加息的预期 可能会有比较大的 比较大的文章可以做 届时的话可能也会影响 整个市场继续的震荡啊 首先是美元 我觉得这里有避险的情绪 然后呢 同时美元也是啊 因为收紧的原因 不断的向上冲 那同时也会影响美国经济啊 那美国经济目前对美元的影响 我们看到是相对来说较少的 那如果美元在高位的话 无形当中也会对很多资产品种 会有长远负面的影响啊 尤其是新兴市场啊 跟美元的相关性是非常非常强啊 但我们看到最近呃 黄金白银跟美元的相关性 可能也体现出来了啊 之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由于地缘 政治紧张原因 黄金白银跟美元是同步向上的 包括原油也是啊 但现在我们看到大众商品 尤其是 贵金属啊 还有说是原油的高点已经出现之后 出现了很大的回落啊 从130 瞬间砸到100 那现在100的支撑破掉了 直接来到这个平台这个位置 对吧 这可能也是技术形态上 比较可行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路径了啊 Path of least resistance 那现在往这个位置去走 88附近 我觉得这里还是会有比较强的支撑的啊 再往下的话 进入到八字头 会有更强的支撑 在这里等着原油的啊 我觉得这个位置可能会是原油 或是能源公司啊 个别能源公司可能会是更好的一个参照的 潜在进入入场抄底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目前来看 我觉得原油高点出现之后啊 是需要一点时间消化 最近的这样的一个涨幅 以及V型的这样的一个反转啊 呃 同时我们看到黄金也是出现一个V型的反转 那黄金也马上进入到 关键的支撑区间 1900以下 这边我们说过会有比较强的支撑 白银的话 25附近 我们看这也会有比较早 比较强的支撑 白银任何的回调 我觉得都值得关注啊 大宗商品今年来看有不少金属可能还有不错的机会 尤其是没怎么涨的 对吧 其实白银整体来看还是在低位 包括还有银矿相关的 其实也都没怎么涨的 还是在相对来说的低位啊 尤其是最近的回调之后 呃 Junior Miner显得相对较强 这也告诉我们 其实是有资金的布局一些相对之前相对较弱的 对吧 那现在可能开始转强的一些一些地方啊 呃 那这个我觉得白银黄金依然是值得关注 大东商品 个别通胀的品种 个别品种 我觉得还是有很强的机会 农产品最近也是完全无视啊 其他的同类型的大东商品 或是整体市场目前的表现 高位叙事 那感觉也是要继续再往上攻了 感觉继续再往上攻 当然农产品这边已经涨了很多很多了啊 很难在后续的跟进了 那但如果有持仓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可以再坚持一下的 就还可以再坚持一下 或者说任何的上涨 我觉得见好就收吧啊 因为这个通胀已经不是第一天了啊 呃 所以能再涨多少 谁也不知道啊 但如果现在还能涨的话 我觉得且行且珍惜 呃 能不能再涨更多 我觉得要小心了 因为毕竟不像说是在低位的 对吧 虽然是从低位起来 但也这也是疫情期间 我们看到已经起来农产品已经价格 整体价格是快翻倍了啊 这个不是说一个小的行情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行情了 对吧 农产品如果有翻倍的价格的话 那其实我们看到这算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涨幅 从历史上来看 只要有翻倍啊 涨那么多之后 好像最终的结果 呃 会有很大的冲高的回落 对吧 会有很大的冲高回落啊 呃 所以我觉得这里涨到关键阻力位置 也要小心 对吧 虽然说感觉还不想跌 还有想要上冲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行情 一个机会 但也要小心 对吧 也要小心啊 呃 那我觉得选择在低位的大众商品 可能会是更好一些 然后另外就是一些特殊的一些选择了 比方说像又啊 这些我觉得也是继续值得更多关注的啊 也是会持续不断有新高的任何的回调 我觉得又也都是关注的机会 还有稀土类的对吧 也是任何的回调 我觉得值得更多的关注 呃 这些都是一些特殊的一些选股吧 特殊的一些选股 跟大众商品相关的啊 那目前高利率的一个时代下 呃 我觉得另外还有一方面的思路就是关于 逢高做空的这么一个思路了啊 那逢高做空 在高利率的时间 呃 这个做这个估值啊 是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啊 所以这种高估值的玩意儿 我们看到任何的反弹啊 真的是任何的反弹 高估值的都是找机会逢高做空啊 那这里有很多高估值逢高做空的思路的ETI 同时也有 ETI里面的相关的选股或同类型的股票 我觉得依然还是对吧 找机会做空啊 找机会做空啊 同时大家如果说喜欢指数ETI的话 也可以关注一下SARK 这支也是专门针对于说高估值做空的这样的一个ETI啊 那其他的ETI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整体市场上相对较强的 还是在于中小盘啊 其他的我们看都好像就不断的往下杀 对吧 最近银行稍微有点反弹 但按照利率如果在高位的话 银行这么弱的反弹其实是很难看的啊 这边顺便提一下银行 KRE还有XLF 如果利率现在是10年国债利率冲破新高的话 来到2.1 那这里 银行应该是往上走的吧 或者至少回到40以上啊 但现在我们看银行是在关键的支撑位置这里 呃在徘徊啊 那这里的意思上不去 那可能最终还是要下来的啊 所以就要小心银行类的会不会参考像IWM这样子 当时这样子如果上不去最终在这里徘徊 那可能最终就是要往下一个台阶走啊 那讲到中小盘最近是稍微强一点点的 感觉中小盘很多公司是不太理会大盘啊 自己走自己独立的行情 不像说一些大盘股可能还是会收到整体市场的 或是美元国债利率对吧 加息与其通胀各方面的综合影响 有些公司可能就不太理会这些对吧 自己走自己独立的行情 当然这也很好去理解啊 也很好去理解 我们看最近一周表现 之前表现比较强的出现一些回落 然后呢之前表现比较弱的 开始出现一些反弹啊 耶土对来看 目前表现比较强的 我觉得依然还是会有些机会的 表现偏弱的后面的几个 还是要小心啊 还是要小心 那是有原因的对吧 是有原因的 那如果开年是这么弱的话 可能全年会有贯穿的这种连锁反应啊 当然开年强的 哎可能后续会有不错的强势 当然目前我们看到 开年强的并没有任何的领导作用啊 那我觉得市场现在之前我们说过牛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指标 就是牛市总会有领导的板块 熊市的话是看不到任何的领导者啊 或者是看不到任何持续的领导者 那当然这边我们可以说 哎原油能源类的是有领导 对吧 大众商品的是有领导 当然大众商品尤其是能源类的 在市场的权重是非常非常小的 就算他涨百分之二十对市场来说有没有任何的帮助啊 所以从板块这里来看 其实市场现在目前是蛮雄的 是蛮雄的啊 当然如果要细分下去看应该许的话 还是有不少板块 在这过程当中跌多了会有反弹 但是我觉得更多还是 应跌探底反弹 然后再继续应跌探底啊 想要走出比较扎实的底部的 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几个板块 一个是最近跟能源有关系的新能源 太阳能类的 这里是否可能会走出一个扎实的底部 新能源清洁能源类的 是否会有机会啊 这些我们看到都是在做底 都是在做底 可能底部也是越来越走扎实了 像那种有多重底啊 或是圆弧底状态的 我觉得这些板块需要出现更多 整体市场可能才会更稳定的走起来啊 目前来看标普摆 是好像想要做一个非常小时间级别的啊 这样的一个平台 尤其是一小时的 参考4100这个位置 结合4小时跟日线图的底背离 但现在目前整体市场还走起来的话 我觉得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尤其从基本面分析 包括整体市场板块上来分析的话 我觉得暂时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所以周三之后的反应啊 我觉得很关键了 目前我是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预期的 我觉得4100这个位置还是强支撑 但是上到来4200到4300 还是会有比较强的阻力的啊 目前市场可能不具备突破的能力 当然现在目前市场想要往下跌 也有点难啊 也有点难 情绪上已经非常负面了 对吧 该卖的人 该做空的人可能都已经进去了 什么时候情绪会出现重大反转 我觉得需要事件配合 316 我不知道会不会是一个重要的反转的日期啊 但周三过去又是周四周五到周末 所以市场目前周末任何的情况还是比较担心的啊 但从季节性来讲的话 三月应该三月末啊 应该会是逐渐的转强 会有一波的行情 但我觉得今年可能不一定会有啊 可能今年不一定会有 所以整体市场还是偏一个谨慎的一个展望吧啊 我觉得这边还是大家多小心一点点啊 最近涨的多的我们看到也回落一点了 当然在大浪啊 这个浪潮退去之后对吧啊 才知道谁是裸泳的 当然也能捡到沙滩上面啊 有没有宝藏对吧 沙滩上面有没有宝藏 我们来看看个股的行情吧 今天早上呃 也有不少因为财报原因高估值被砸下来的 我们今天涨幅榜还是两页啊 早上是有不少的一些特殊的中盖 有一些反弹像何历时啦 这些是有绝对的呃 参绝对强势的中盖啊 这种所谓硬实力 也不太理会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这里是有一个cash dividend annual cash dividend 啊 然后这边涨起来 也是严重低估的这种重工业吧 在中国啊 属于是硬实力相关的股票 国家不会打压 反而会去扶持的啊 所以在中国政府这边可能不会有什么特别的负面的影响 嗯 当然这些股票无人问津 对吧 比较少人知道啊 比较少人知道 但成交量其实并不小啊 成交量其实并不小 看第一今天早上有些反弹 也是财报相关的啊 我们看到这些出行相关的 也是原油价格回落啊 有不错的反弹 但整体来说还是要小心 Madara 昨天挺强的 今天继续的往上干 对吧 那这些其实都是 呃市值比较大的公司里面 我们看到有一些亮点的啊 在盘前啊 在盘前 GME这里也是因为财报的原因 呃提前预跑起来一点点了 那跌幅榜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 还是因为呃 原油回落 很多能源公司下来了 然后呢 大市值公司库帕也是啊 这种高估值的玩意儿 还是要非常小心的啊 高估值玩意儿非常小心的 呃从今天早上的整体 这个跌幅来看的话 跌幅最大的还是这个啊 高估值的原因跌下来的啊 高估值原因跌下来的 那其他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亮点了啊 有不少中盖继续的在补跌啊 中盖 目前整体中盖来看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重灾区啊 还是一个重灾区啊 呃 我们今天早上新闻啊 这些有一些股票动能 大概就这么多了啊 都是在安静的等待 周三啊 美联储会议之后的表现啊 然后最后我们再看一下这周的一些catalyst watch 啊昨天我们展望了一下 周二的话呢 今天有dolby system nike 还有wargrind的新闻啊 然后就是一些其他的一些ipo啊 反向收购相关的 还有true transunion 的investor day 全天也是啊 呃 这里是八点半有一个什么 report producer啊 ppi report ppi report producer price report啊 啊 同时还有大概就这样了 周二其实没什么特别多的事件 周三才是重头戏啊 感觉重头戏都安排在周三或是后半周了 财报相关的 这周我们看到并没有太多好的值得关注的对象啊 呃 那我们说了周二其实有大量的都是 估值偏高的财报啊 要小心周一盘后也是啊 呃 周三 可能就是伦纳尔值得关注一下 周四就是hard eight 还有周四可能会有像stone call啊 sigma jewelry这些可能更加值得关注一点啊 可能周一到周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啊 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啊 看看周四的财报可能会有更大的兴趣吧 目前来看 也可能就是等待这种急跌啊 极端的下跌 有没有出现超级的机会了 我比较感兴趣stone call这支 会不会有什么长线的机会 其他我们看到目前来看 要不就是还在阴跌探底 要么就是还需要时间做底 并没有很明显的趋势请来啊 或者底部还不够扎实 对吧 底部还不够扎实啊 最后看看大家的问题 呃 状态啊 那应该是直接会去到70以下 目前我们原油是低开6个percent 那应该是跑到70以下了啊 如果你sell put在72 然后呢318那这里很有可能会行全 对吧很有可能会行全 因为你跌到72以下之后 最后如果收盘收在72啊 318那一天最后收盘 如果收在72啊 最后一小时或最后到收盘的时候 如果收在72以下的话 那你很有可能会行全 行全的话 你就会在72这里买入USO啊 就不一定是个坏事 对吧72买入USO也是一个好价钱 相对于说之前的80比上的价格来说 对吧 那肯定是一个好价格啊 呃 但也有可能还会继续的往下探 探到这个67到62这个位置 对吧 67到62这个位置完全也是有可能啊 呃 但我觉得72块钱拿的USO 也不是什么太坏的事啊 因为很有可能在这里来回波动最后还是会回到72 或者是以上的 当然最后能不能下来 这个还得等后面再说了 对吧 那我觉得这里还是会有很大的波动性的啊 呃 那如果回到72你再把它卖掉也可以对吧 也可能这单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亏损啊 当然你要RAW也可以啊 你要RAW的话也是一样 但是你这个是牺牲了呃 你之前的利润或者说亏了钱的情况下在RAW到下面啊 嗯 我觉得可以RAW部分吧 这个可以大家可以在自己做一些尝试啊 我觉得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啊 真的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 因为你不知道市场接下来 exactly how it's gonna go right 因为你完全没有办法预计掉接下来市场 百分之百的走势啊 但如果说你这里要肉仓的话 你要注意一点 不代表说你肉仓这里就完全没事了 对吧 因为你RAW了仓位之后 其实你的呃 问题还是在于说 我拿齐全极客这里啊 你问题还是在于说把之前的这个仓位了结 那你可能是有利润牺牲掉了 或者是有亏损take了 然后你再RAW到下一个日期啊 呃 那我觉得原油目前的高点出来的话 更多可能是考虑卖扣啊 呃 然后我觉得也可以另外一种方法 就灵活来处理吧 对吧 灵活来处理 就是你如果72 被行权买了股票的话啊 那你可以考虑72股票 比如说你买了100股啊 那你可能花费这个7200块钱放进去 那你可以考虑做cover call啊 对吧 如果高点出来的话 你可以不断在上面做cover call 也可以啊 也可以啊 或者说你要再等72反弹上来了结了 也可以啊 但我觉得不要做的太复杂啊 就是不要加太多的仓位进去让自己没办法应对的 这个是比较麻烦的 有些同学经常是买了一个期权仓位 然后呢 后面又签了好几个期权仓位 因为本来说他买一个put对吧 发生这个put doesn't work 可能要再买一个put 然后又花一笔钱进去买进去 然后最后可能两个都亏掉了啊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么着急的去强行的多加仓位 你roll down或者说换仓 其实也都是同样的意思啊 有时候呢 要不就是让他拿到过期 是吧 然后再做考虑 也可以 只要情况不是特别糟糕的 目前看的话 如果你是72卖的话 你卖的很好的价格 还是有机会的啊 还是有机会的啊 当然像我刚刚说的各种情况都可能会发生 72不是一个坏的价格 目前开盘我们看到是跑到70以下 对吧 那我觉得这里可能来回会拉扯 呃就算行权在72块钱 it's not a bad trade 对吧 it's not a bad trade 然后你可以考虑在sell cover call也可以 对吧 考虑在sell cover call也可以 那如果你不想行权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roll下去 或者说把它除掉了 啊 因为你只有几天的时间了啊 而且周三有可能 任何事情都可能会发生啊 任何事情都会发生 大宗商品的高点上周 我们就已经说过了 只要高点出来 那是不断的会下探啊 但黄金白银的下探 我是比较感兴趣 尤其是白银 当然黄金我也看对吧 白银跟黄金也是同步的啊 呃再上升 那这个其实就是地缘政治有所缓解 然后呢导致的黄金白银回落 这很正常原油回落对吧 这也都是跟俄罗斯有相关的 当然俄罗斯这边暂时折腾不来 折腾不出了什么新花样了啊 市场迅速price in 之后 黄金白银 呃是有回落 包括还有原油 然后国债继续往下跌 那如果地缘政治稍微缓和一点点的话啊 那这边美联储可能会有更多理由持续的加息 所以国债往下跌 债的利率往上跌啊 谷歌什么时候拆股 目前没有说到新闻啊 谷歌拆股前可以进吗 如果谷歌拆股的话 说不定有一波反弹啊 但目前看来谷歌还需要更多时间去进行 呃做底部 未来汽车可能值得更多的关注吧 阿里巴巴这可能没什么意义了 对吧 没什么意义了 Platia最近稍微强一点点 也是长线我关注的股票 这些都需要时间啊 可能没有这么快起来 对吧 可能没有这么快起来 苹果150我觉得是好的长线的价格啊 B&B 这个应该是跟数字货币相关的 我觉得B&B属于平台币 有保值的效应啊 但是这个我关注的比较少了啊 比特币我觉得3万左右还是好的价格 以太坊我个人关注比较少 比特币可能关注的会多一点 但都是跟着比特币走的吧 都是跟着比特币走 买国债的教学 嗯 买国债这里可能ETF 或者是普通投资者最好的选择啊 当然如果金额比较大的话 有很多国债的特殊的ETF 或者是直接去买国债 这个可能目前我们是没有涉及到这一点啊 这个可能适合一些特定的投资者 对吧 在网上可能在搜一搜相关的东西吧 OXY 目前也是在冲高回落的阶段 可能还需要再等一等啊 B&D Vanguard Total Bond Index ETF 这个其实也跟着TLT在走啊 也是跟着TLT在走 我觉得TLT啊 接下来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反弹的机会啊 因为我个人认为 连续加息 今年有七次的预期 是非常疯狂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TLT 或说这边的B&D啊 这两个都是国债的ETF 对吧 当然B&D我个人关注会稍微少一点 TNT我个人TLT我个人可能会关注多一点点啊 TLT我觉得这边是有很强的一个支撑的啊 这个支撑是从月线图周线图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支撑在这里啊 平台的一个支撑 这个位置是之前过不去 后来过去之后经过多次回踩的位置啊 130左右啊 那我觉得这个位置可能会是TNT TLT出现很好的反转的一个位置啊 很好反转的一个位置啊 另外如果说买国债的话 不如也可以考虑一下国债有分红啊 而且国债我觉得接下来可能会有一波 不错的反弹的行情 高这种低估值的公共事业 或者说防御性相关的高分红的房地产REIT 也可以作为考虑啊 也可以作为考虑 公共事业像XLU里面电力公司啊 啊 这些电信公司啊 都属于是XLU公共事业里面的UTILITY啊 这些我们看的是有绝对强势的啊 消费相关的整体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XLP最近稍微弱一点点 我们看到房地产REIT 可能接下来也会有机会啊 也是慢慢开始走平 我觉得Rengard的这个Real Estate Index Fund也就是房地产REIT ETF 我觉得这个也是有机会的啊 也是有机会的啊 Platia10块钱是有深度价值值得关注啊 PXXP这也是我们之前推荐最好的一支油股 没有比它更好的选择了啊 现在目前来看 依然还是最好的选择 有股价的成长性 涨了接近是一倍了啊 然后还有分红拿 这个分红不小啊 这个分红不小 这不是开玩笑的 一个季度拿接近一块钱九毛钱 这个分红是很高的分红了啊 你想想一年你可以拿接近10%的分红 当然跟他类似的像BP 也是不错的选择 对吧 也是不错选择 这种冲高回落 我觉得对长线投资者来说 之前如果放了点的话 那下面又可以买回来的啊 那这都是不断吃分红的 而且股价能够涨 而且还有不断分红加成的 这些股票 我觉得是优质的股票 值得关注的啊 当然目前一些小油股啊 也可能会有值得更多的关注的地方 中小盘抄底的小油股 之前我们也讲过 像ALTO啊 还有说CRK了 OIS 还有VTNR 这些都属于是小油股TTI 这些小油股 我觉得任何的回答 我会继续的观察 他们有没有后续第二波的机会啊 因为其实有很多特殊的 小型的游戏股啊 油气股是没有涨太多的啊 一些大的油气股 其实涨了很多很多 像比较大的OXM啊 是涨了很多很多的啊 从低位到这边 已经是接近三倍了啊 SHAVON也是一样的啊 SHAVON 低位下来 低位是最低是在50块钱 也是三倍了 对吧 那我觉得很多小油股还在低位 或者说最近没有持续创新高的油股 平台底部做的很漂亮的 基本面没什么毛病的 高价的高的油价 对这些小油股来说 还是会有很多的 呃 后续的啊 这种补涨的机会的啊 所以这也是一个特殊的一个选择的方案 那阿里巴巴怎么看 他们熊的趋势 真的是不太值得去抄底的 但是 呃 关键的支撑啊 我感觉这是要跌到IPO的位置啊 那抄到这个位置跌了啊 60块再做考虑吧啊 这个位置前不逃顺后不着地的 你说就要这么反转 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啊 但阿里巴巴有没有跌出价值 像我们说的确实跌出价值了 100以下 我觉得就是跌出了深度的价值了啊 嗯 但是阿里巴巴要出现反转 第一政策上 基本面上 我觉得是不具备这样的能力的啊 加上现在还有各种负面的消息啊 那不跌到底 不跌到位 怎么好去抄底呢 之前那个平台也破掉了 这说明打开新的空间向下 那下一个支撑在什么位置 那就是在60左右了啊 当然长眼来说 我觉得阿里巴巴的100以下 都是好的机会 对吧 已经跌到个位数的PE值了 去哪里找呢 这么好的成长性的公司 然后个位数的PE值 去哪里找 找不到了啊 真的很难找到 这么大体量的公司啊 然后呢 还有一定的成长性啊 当然这一定成长性 也是由于这个监管的问题 大幅的打压 但是还是有成长性啊 还是有成长性 跟着中国经济体 还是有不错的GDP 整体的这样成长性带动的 呃 个位数的PE值 对吧 这就是长线 投资 最喜欢的地方 呃 当然会不会 由于说 中美之间的关系 产生负面影响呢 这个可能是目前投资人 比较关 比较关注的一个地方啊 呃 但我觉得 这个目前中国 还是一个和平的姿态 对吧 所以 不具备说像俄罗斯 这种被制裁的这种可能性 暂时没有 更多可能是小打小闹啊 但我觉得这里阿里巴巴 最近的回落 确实是在price in了 很多负面的消息啊 所以我觉得如果 潮的六字筹去跌的话 会是一个不错的 超大底的啊 下一轮的新的 超大底的机会啊 那上一个之前 是在这个平台位置 那我们看这里是挣扎了 一二三三个月 对吧 挣扎了几周 这个底部平台没做起来 然后破掉了 破掉之后 那就打开空间 啪再往下走一轮 对吧 那这个关键支撑破掉了 直接往这个地方走 80破掉了 那就是再往这个地方走 70 然后70破掉之后 再往60走 对吧 但如果有时候日线图 看不清楚 大的支撑趋势 阻力在哪里的话 可以从周线图去看啊 周线图在看不到 可以从月线图来看啊 周线图 我们看到阿里巴巴 由于是15年上市的 所以周线图是足够的 可以看到最低的位置 或最关键的支撑 就是在60啊 进入到六字头 我就可以盯紧一下阿里巴巴 从基本面估值的原因来说啊 当然你要从动能 转折各方面来看的话 包括还有成交量啊 加量关系 我觉得目前可能还需要更多时间 甚至可能都不值得去关注的啊 但单纯估值上来说 我觉得阿里巴巴从100以下 其实就已经进入到我的眼帘当中了 对吧 但只是目前 加量形态 包括动能 各种综合来说的话 看上去还是比较糟糕的啊 整个中概也都是一样 对吧 重灾区 由于美元过于强势啊 这当然只是一方面原因了 对吧 中美之间的关系 包括中国自身的问题 还有包括一些疫情 可能也是会有些影响啊 但我觉得这些都属于是噪音了 这些都属于是噪音了 也没有什么新鲜的玩意儿了啊 所以市场迅速的pricing完之后 说不定中概会有一波的反弹 这一波反弹可能会是致命的啊 可能会是致命的 因为我们看到ky这边已经放出了 这一段时间以来啊 最大的应该就是从月线图来看 当然月线图现在不好看 三月份还有一半啊 我们看周线图吧 周线图来看 这应该是最大的一根量了啊 这应该是在上周放出来的 像这种放量 我觉得是接近到下跌的尾声了啊 但是不排除会有阴跌继续的探底 但最终啊 我觉得需要一个大的放量 然后出现反转 那这个大的放量到底是什么契机啊 目前我是很难知道 很难猜测到啊 那我觉得总会有一个事件性的原因 导致这边会起来啊 那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疫情的原因 最近也是往下杀 中美之间关系 可能也是有些紧张啊 表面上看上去没什么 但实际上背后是很紧张的 然后美国也不断的在搞中概股啊 这些可能也不是一个很好的 对中概股成长的一个土壤 对吧 都会导致一些恐慌啊 尤其是大家可以看到滴滴打车啊 是什么样子的 对吧 滴打车应该是在禁止中概 或者中概没有IPO之后啊 最后的一批的IPO的对象了 对吧你看是杀到什么样一个程度了 当然杀下来 最后会不会像瑞幸咖啡这样之前我们也说过了 对吧 滴滴打车就要参考瑞幸咖啡了 那我觉得滴滴打车最后最好的结局就是直接从美国市场退出 当然这是刚上去就需要时间出来啊 但瑞幸咖啡这样的行情我们看到滴打车这里已经出现了啊 接下来可能如果滴滴打车退出美国市场 然后回到OTC交易的话 对吧 来到OTC交易的话可能会有更好的动能啊 可能会有更好的动能啊 好 今天先讲那么多 我们明天早上啊 我们早盘直播 我们再来 感谢大家今天对我们公开课的参与以及支持 互动小小金星信息可以不打FIRT的客户专线 电子邮件 以及官方微信服务号 FIRT恒港1985服务 华人30多年老板鞋商 真正一点免账商 until next time true green and stay profitable 我们明早再见 拜拜